上升吹响比赛开始 这里是腾讯体育 为您带来的2021年中超联赛 第二十二轮保级组 大连人队青岛队的较量 大松 紧距前接应 交给左边后卫传到门前 好球 后点还能抢 山黄欢 这球去前点还是去晚了 如果能再早启动一点 所以在进攻的时候 怎么做好防守 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球快发 进去里面淘江龙一对一 坐回来打门 打了一个横梁 山黄欢 离自己的中超手球 差了几厘米 这球打得非常漂亮 赵西日这个球 传得非常漂亮 淘江龙 说实话这个球 也没有别的选择 淘江龙 切进来再传 后点 后点 哎呦 还真抢着了 王进贤 其实对于 你看啊 对于三号防新锋的这个防守啊 其实很困难 同时兼顾到球和人 其实不容易 又得看着球落到哪了 又得看着自己盯的人 就是有打反击的机会 何以鹏拿到了 好球 进来了吗 好球 进来了还能追吗 追不上了 还有好球 何以鹏这个球啊 掐上 要身后的这个空单就非常漂亮 打王伟的身后 王伟这球一直不知道球在哪 一直没有调整好步伐 补防的 这边胡佳利交给麦米天布杜拉 在传回中路 高翔出来接 高翔远端好球 传得不错 好球啊 张冲扑就 又一个立柱 哇 我也完全漏人了呀 又回来 对 何以鹏根本没在这个画面里头 再追了 来不及了 已经回不来了 这就是大连人为什么会输球 刚刚我们讲的 他这个为什么不进球 现在这个场景就是为什么会输球 你看啊 高翔这个球啊 我们在一直在说 这个球传得非常漂亮 对 拉尔森这种阅读比赛能力非常强 球 宋国文 传中质量 不错 好球 桃将龙外脚被 有了 护设空门打进了 漂亮 桑桑桑的中超守球 但这个球也要看一看 是不是有阅位的嫌疑啊 但如果进了 桑桑桑今天终于可以 昂首挺胸了 测试的这个 这个测试的设备也拖了啊 看有没有阅位 没有 没有阅位 好球啊 希望这个进球 能够让山上还尽快的充实信心 而且这球还是拉松的测动 宋国文的传中是非常不错的 桃将龙外脚被打的连接也非常快 而且质量很高 桑桑桑这个球不可能再踢不进了 武汉那边好像也进球了 好像也是1比0领先重庆了 现在 身后的队友知道身后有人 但是对方还是把球解围了 什么呢 上进不是一分钟 这球反击2打0 怎么回事 怎么降速了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麦米提拉布多拉 左边录一对二 先看看 进不去 再想硬过 队友还是要看他们的这种心态 把宋拿球交给桃将龙 桃将龙单高球 过门这样打进 打在边网上了 传球非常的漂亮 桃将龙生吃张浩辰 张浩辰无球空跑的时候 完全被桃将龙甩下了 当然他也没有放弃 一路去追产 在门前想要去放铲的时候 也撞到立柱上了 大连提拉泰的 4万人的大连保卫战 我们也希望今年 这个2021的中场 哎呦过来了 王浩大单刀 能不能打进 王浩黄打进了 一比一平 下半场第七分钟 刚刚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换上来的王浩 为大连 为青岛队扳平了比分 这是 我们看看中间 这么一个队员啊 绷过来王浩这谁没有贴人啊 王耀鹏啊 王耀鹏这个球 而且速度王浩本来不快 王耀鹏被他卡在身后了 我们刚才说的 现在大连队要加强进攻了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嗯绷过来了 刚超向打进二比一 挤的一个 还是二打四 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 打在拉松身上了吗 这是没有问题的 这没有问题 应该是踢拉松身上了 没踢到青岛队的球员身上 拉松的身腿就挡过去了 好像身腿的时候 现在我们要看一看画线 嗯 有效 嗯 进球有效 拉松好像传球的一瞬间 嗯 并没有约位 我们看 这一下是 哦 哦 还不是减围踢的 就是拉松自己捅过来的 嗯 大连队一球领先啊 在防守端还是非常的紧张的 是 这个真是 哎 又有机会 扣过来 左脚大门 哎呀 现在青岛队踢到不行 就找王浩 王浩还老能拿到这第一点 这场呢就有三重的反转 对 在这三场比赛之间 哎呦 手球啊 这应该是一个点球 应该是一个 我们看一眼 吹了 吹了点球 好像选择一个人数分过去 哎 但是这个球 这是支撑手碰球吗 嗯 但确实干扰到 都只能去等待另外两场比赛的结果 另外大家 准备抢红包啊 看看拉松 拉松把球打进 骗过李志招 而且打的是中路 非常大胆啊 哇 不阿腾啊 上半场就有球迷留言说 他在看别的比赛 应该在看那两场 这一场 我估计他看的可能更多的 应该是天津队的比赛 现在 那场也得看啊 看看武汉能不能再搬回来啊 是吧 张远宗知道 在发布会上这个落泪 今次觉得 同超今年太不容易了 又有机会 唐小龙直塞 上方欢 能不能再进一个 上方欢 打 打进了 进脚 没开二度 同超联赛的第一个进球 等了两年 但是一来就是两个 我们看啊 上方欢 往前跑 要这个空单 边往中央位 这个空单 缓过了立鹏 还打立鹏一个当啊 这个球非常冷静设的 而且进门柱呢 那边的守门员 李志招也没有反应过来 往往你打到当里的这种球 首先是很难去做出判断的 因为视线被挡住了 我们看 非常冷静啊 上方欢 这个球 这么重要的一场比赛 现在对于两个队来说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好 这样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吹响了 大连人呢 在今年中超联赛保级组的 最后一场比赛里边 也是一波三折 但是友经无险 四比一战胜了 青岛队 拿下了自己 必须要拿下的这场胜利 拿到了三 这场胜利 是一场胜利